正儿欲聋的引擎声让肾上限速飙到最高点 回味两年多F1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重返新加坡 当地业者无不磨刀霍霍 因为新加坡是街道赛 周边残亭业者正努力促销床边最佳观战座位 能用的户外空间现在全变成能一边看赛 一边吃美食的座位希望能加倍赚回本 还有业者锁定口袋声的顾客层 像这艘高级游艇上面有宽敞起居室和卧室 甲板还有舒适大沙发能欣赏夜景 尽管四小时租金超过新台币17万 却早被抢定一空 另外这家交通业者推出有特制内装的劳斯莱斯里车 新加坡夜赛似乎也成了炫富的比赛 尽管新加坡过去几天确诊案例比上周增加约四成 但卫生单位表示重症病例并未明显激增 而新加坡多数防疫措施已经解除 完整接种者入境也不用再隔离 有望为这场赛车界盛事吸引大批人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